北約和俄羅斯的關係 最近北約峰會開啟之後 有很多文章出來了 有一個文章是俄羅斯電視台的網站發表了 美國海軍陸戰隊前情報官斯科特里特的文章 他說北約完成了從歐洲的看護犬 現在變成了美國的攻擊犬 這是一個冷戰之後的一個新的冷戰的轉變 北約以前只是一個歐洲看護犬 看門狗 現在搖身一變變成了美國的攻擊狗 文章說在馬德里的峰會上 北約徹底重新定義了他的使命 總結就是握住俄國人 留住美國人 擋住中國人的新口號 北約已經由一個從西歐的保護者 變成了一個全球的警察 他們尋求一個在軍事上的表現出一種所謂什麼呢 所謂基於價值觀和規則的姿態 北約的首任秘書長伊斯梅芬 曾經說 北約的使命是擋住俄羅斯人 押住德國人 留住美國人 即是以前 擋住俄羅斯人 押住德國人 留住美國人 但是現在就不是了 現在就有些改變了 因為北約其實已經成功 阻止了德國和蘇聯之間的 一些合作 最後德國就統一 另外就 北約的存在 當時是要求 美國在歐洲保留 可觀的軍事存在 從而有助於打破美國傳統上的孤立主義傾向 這個是以前北約的做的一貫方法 好了 看回6月30日 這位 北約的秘書長 斯托爾騰貝格 斯托爾騰貝格 他在馬德里的北約峰會 新聞發佈會向傳媒發表講話 大致上反映了北約的新態度 剛才我所說的 改為就是握住俄國人 留住美國人 擋住中國人 這個新的態度 在那個峰會上 北約重新定義了他們的使命 可有一種 絕絕迫營的感覺 懷有敵意的姿態 他的前提就是 維繫西方 美國為首的西方霸權 這個使命將會通過 捍衛和宣揚所謂 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來實現 連這種秩序 就傳於他們的 所謂的 炮製者 所謂炮製者 就是歐洲 民國和美國本身 他們自己炮製了這個所謂的 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 這個秩序是他們的炮製 以及 通過這個 尋求 把這個北約的安全散 擴大到太平洋地區 所以這次這個北約峰會 見這個 這個秩序所說的話 很明顯是看到他們就不單止 就是 安分於歐洲 而是想由歐洲擴展到 太平洋地區 之前他們的影響力主要是大西洋 歐洲一帶 但是現在逐漸 這次很明顯 他們要擴大到太平洋地區 成為一個美國的攻擊犬 就不再是歐洲的康姆犬 康姆犬 是美國的攻擊狗 這個是最大的分別 所以普京也都面對這樣的環境 也都不是 那麼簡單 當然 普京已經明確地說了 俄羅斯是一個大國 是充分期待受到 相應的待遇 就是受到尊重 特別是關於涉及 所謂 在俄羅斯附近國家的一些問題 譬如前蘇聯的共和國 分裂出來的 烏克蘭和格魯吉亞 北約已經公開地把這些國家 希望要納入北約 這個絕對是違反了對蘇聯 之前的口頭承諾 現在的俄羅斯 其實北約已經實施了長達30年的擴張計劃 所以普京就在2007年開始有反應 在這個 穆尼克的會議上 北約就採取了絕絕逼人的立場 當時北約就承諾 給格魯吉亞和烏克蘭 最終可以加入北約 其實2014年 烏克蘭政府當時的暴力政變 最終導致俄羅斯 現在這樣對烏克蘭發動 的軍事行動 大家知道2014年 支持烏克蘭政府的暴力政變 其實都是 北約在幕後做搞手 當年結果導致俄羅斯出兵 奪取了克里米亞這個半島 終於 由現在去到2022年 俄羅斯 被迫向烏克蘭發動一個所謂的軍事行動 因為 北約的東港 嚴重威脅烏克蘭的 烏克蘭安全 這個北約比書長 斯托爾騰貝格也說 其實北約在 2014年以來 一直是準備跟俄羅斯作治 講到明 其實是準備跟俄羅斯作治 2015年開始就已經在 烏克蘭訓練烏克蘭的軍隊 用一個北約的標準去訓練他們 北約其實就從未對和平解決這場危機 感到興趣 基本上 一直都在 越搞越大 將事情越搞越大 北約和G7的集團國 正在就以這個所謂聯合國憲章為基礎 的國際法原則宣戰 他在馬德里峰會上的表態 但是 似乎就準備捍衛一種 他們認為合法的 和他們成員國之間的集體 的想像 的一些所謂國際規則 所謂國際秩序 而去進行 一些軍事的行動 似乎 有機會 將那個 軍事行動 特別針對俄羅斯 是不斷地擴大 如果是這樣的話 正如 日前我跟大家分享過 基辛格 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都說過 如果北約這個姿態的話 不單止對歐洲的和平 是有很大影響 甚至對全世界 和平都會有很大影響 現在暫時我們真的見不到 北約有什麼收斂的地方 反而就是 經過北約基礎峰會之後 我們更加看到 北約那個 立場 那個政策 在改變 就是押著俄國人 留著美國人 擋住中國人 最後又講 最後一個題目 這次繼續講普京的一些行動 普京就是剛剛 宣佈了 宣佈什麼呢 他針對 俄羅斯東邊的庫葉島 複業島 複業島上面有一些是天然氣的項目 這個天然氣項目就是跟日本 跟日本有兩個企業合作 另外跟這個學牌的 Shell合作 這些天然氣合作的 項目就準備 普京說 現在要重新整個位 重新考慮 對於如何把股權 分佈 所以 普京在6月30號 簽署了個法令 就會設立一個新公司負責運營 這個能源合作的開發項目 就是所謂這個 薩哈林二號 這個就是等於在 庫葉島 庫葉島的那個項目 我們看看庫葉島在哪裡 庫葉島就在這裡 也都叫做薩哈林島 大家都看到 其實就是北海道 你再向北邊 就是庫葉島 那這裡就是 海參威 俄羅斯 那這裡是日本本周 那你看到庫葉島 其實這個位置 非常之 有戰略性的 那原來上面是有一個 就是叫做薩哈林二號的 液化天然氣項目 那原來 俄羅斯 就是通過這個 庫葉島這個項目 就運輸這個 液化天然氣 輸向日本 那就佔這個日本的進口 液化天然氣 大概是9% 至10% 就是每一年 那麼 這個項目 原來都有一個 股東 都是有 日本的公司 三零商市佔了10% 三仔物產佔了12.5% 那兩間都是 貿易公司 就是貿易公司 那另外呢 鶴牌 Shell Shell 就有27.5% 那麼 那加起來呢 是有50%的 那麼它液化天然氣的 就是LNG 的連產量是1000萬噸 那至於另外50%就是由俄羅斯的國營企業 俄羅斯天然氣持有的 好了 那麼現在 日本基本上就已經是做了 美國的 馬前出 在亞洲 就不斷地 挑釁 和針對 針對俄羅斯 和針對中國 也都是 在這次 制裁俄羅斯的行動當中 日本在亞洲 都會扮演一個 很重要的角色 那所以呢 普京終於忍不住了 普京就說 日本你既然這樣做 那好吧 我現在就把這個 薩哈林二號這個項目 那個股權 我會重新考慮 我會做一間新公司 那至於這間新公司 那個 股東的成份 就由誰持股呢 要再研究 那麼日本就當然是非常緊張啦 一講到這個利益問題 好了 立刻就要發言了 那麼它那個 那個 有一個高官 他的官員就叫做 木原誠義 木原誠義 就說了 在記者會上說 從電力和天然氣供應的角度來看 薩哈林二號對日本是非常之一個重要項目 日本政府 和企業將會一同行動 維護液化天然氣的穩定供應 那木原這個表態意味著日本方面是打算繼續維護它在那個項目的利益 即是會繼續參與 那麼其實 之前呢 五月尾的時候 日本的經濟產業大臣 迪生田剛一 就已經是說了 他說 即使俄羅斯 走人 給日本走人 日本都不會走 如果俄羅斯要日本走 日本都不會走的 這個薩哈 薩哈林二號項目 他說日本將會維護它在那個項目的一些權益 那儘管看看那個 談判 即是怎樣進程是怎樣 如果你 日本繼續在高姿泰地 跟著美國為首的西方 集團去 打壓俄羅斯 或者制裁俄羅斯 普京都 不會怎樣採理的了 另外普京也有其他行動 除了這個 副業島的項目之外 普京也都是最近 宣佈說有機會 7月起 對歐洲的天然氣 那個輸出量會減少 將於在7月11-21號 暫時關閉向歐洲輸送天然氣的北溪1號 天然氣管道 的兩條線 如果是這樣的話 從7月起 天然氣管道的供應 可能會降至 13億立方米 對歐洲的供應 降至13億立方米 相比之前的輸氣量 下跌了大概40% 即剩下六成 這會導致歐洲 出現 天然氣荒 俄羅斯方面宣佈 如果 這次暫時關閉兩條供氣線 其實是7月11-21 其實前後說是11日 計劃就是預防性一些維護的工作 做一些維護 主要是維護一些機械部件 自動化的系統等等 以確保天然氣道可靠 安全和高效地運行 這樣 這個就是普京的另一個針對歐洲的行動 11 7月11-21 11日 說就說維護 說就說暫停 這個兩條的管道而已 你站 11月21 11月 7月11日 11日 11日 你結束了維護 你隨時可以 展期的 你可以說維護 還需要展期也不頂 看來都是對 歐洲的一個 或者是示警 如果你再 這樣 歐洲 北約 北約峰會道 高調地說了 加強制裁俄羅斯 這個 你不要當普京是流 普京也是有些相應的行動 分別是 對歐洲和日本天然氣方面 有相應的行動 好了兩個題目 兩個題目都說完了 看看姿態發展是怎樣 最後都說一說 香港就 就是 少少個香港股市 剛剛看到的新聞就說 美國都很有機會 就是 短期會減少少這個關稅 就是貿易戰那裏 所以就 美國的 道指期貨 剛剛我看 就是比上個星期五 升了百多點 所以 港股今天 應該 恆子 恆子 恆子期貨 港股 九點半 開始 都應該可能會高開八兩點 那我看回 恆振指數昨天的走勢 昨天 昨天的走勢 看看 不要緊 我看回 周線圖 日線圖 日線圖 看回日線圖 大家看到 日線圖 昨天 一開 一開就在這裏 很快就去到 21,450多 那就是 都是說 裂口低開了 400點 比上個星期五 都比較意外 但是 沒什麼原因 21,400多 慢慢 慢慢上 慢慢上 結果收市昨天就是上 21,800 那就是昨天 那個比較波動的地方就是 開始21,400多 很快去到 其實就跟著很快 半個小時之後 已經是上回 三四八點 很明顯 幾大機會 就是殺 牛正 如果看回昨天收市 21,830 你會發覺 牛正那些收回價 就是21,400到21,500 為什麼呢 因為昨天21,500到21,700多 那裏有千多張的 旗子 的 size的 等於千多張旗子的size的 牛正 就被收回 很快被收回 他一開始就 就殺了幾百點下來 殺了那些牛正 所以我 其實我經常都說 牛紅正的風險是大的 如果近的 那些 收回價 是近現貨價 其實就很容易被殺 而被殺的原因 可以是沒有的 那就等於昨天 那樣 一開始就 沒有四百點 基本上 21,500到21,700 那些牛正就沒有了 最慘的就是說 殺完之後 市又上回 收市21,800 那今天呢 開市應該可能就有機會是21,900 那你想一下如果我拿了一個牛正 那個 收回價21,500多 是不是很不值呢 就是昨天一開始 殺殺了之後 現在又上回21,900 那所以這個短期波動 是沒有辦法的 如果你 吃得鹹魚抵得渴 如果你是 都要買牛紅正來做 做一些投資的 其實你預了有高風險 那現在暫時來說 經過昨天殺了牛正之後 你見到就沒有什麼特別了 因為紅症 就是啡色的紅症 你看到不是太多的 很多比較多就是在22,500至22,600 700多張 那除非你的市貸到上去 22,500至22,700 應該說一下 這裡有700多張 這裡有300多張 這裡有1400 如果你要殺 你就殺這一群 22,500至22,700 這一群呢 22,000至22,400 又不是太大有因去殺 所以你說劫上去 22,400真是不容易 為什麼 我們之前都看到兩次了 這個是 6月初 22,200 然後 6月底 22,400 有兩天 都是這裡 兩天 有兩天都是22,400 接著就碰一碰 然後下來 都很大阻力 另外4月初的高位 22,500 都是很大阻力 換句話說 其實22,200 22,500 22,400 這些都是很大的阻力位 試過幾次 過去的幾個月試過幾次 都穿不到 現在你要上去要穿 如果單單靠這個貿易 貿易戰的關稅減了一點 未必可以 未必穿到 當然如果穿到就好的 如果穿到22,500是好的 但是 好成怎樣呢 好成怎樣呢 可能都是好到這裡 這裡有多少 23,000 這條藍色線 23,700 如果穿到 255,000 天平均線 因為一直在下降 所以 如果市 如果行指 那麼厲害 可以穿得上 22,500 又可以停 又成交大的 其實市 可能都是去到 23,000 多 又會有阻力 我不知道 上不上到 我真的不知道 現在 你說 外圍有沒有利好消息 是有的 比如美國的10年債息 就下回 2.9 擔心衰退 你擔心衰退是不是好消息呢 有些人就當是好消息 因為不用加息那麼快 其實未必的 衰退其實就是經濟 經濟不好 公司營利不好 你美股就跌了 你可以當是壞消息炒 至於北約峰會之後呢 我們見不到俄烏局勢 有什麼進展 沒有什麼進展 北約依然很強硬 俄羅斯就依然在 在湖南東部 那個進展是不錯的 變成了 兩方面都有進展 兩方面都是強硬 又還是進展 就是這個 膠著的狀態 你又見不到有什麼特別的 利好因素 在俄烏那裏 剛剛 香港剛剛 這個是 第二季的業績期 又結束了 你又沒有什麼啟示 我們看到了 現在是星期五 美國的非農業新增職位 好了 再看看這個日線圖 如果恆生只要日線圖 MACD就不太好 你看到了 紅線 開始向下 就交叉這個藍線 如果紅線向下交叉藍線 通常都是有些調整 好像這裏 甚至乎這裏 當時都是紅線 準備交叉向下 下穿藍線 會不會呢 日線圖就不太帥 周線圖也不差 所以你才是比較困難 你看周線圖和MACD 其實 我都說了 MACD周線圖 五、六月都已經出現買入信號 你看到這裏是上的 所以五、六月 我叫大家不要這麼淡 其實都是基於這個MACD周線圖 有個買入信號 所以也是有一個反彈 這是合理的 由19,000元彈到22,500元 但是現在都彈了3000點 再彈彈了多少呢 你一定要穿22,500元 如果穿的話 你又看到有一個阻力的紅線 紅線是什麼阻力 50周平均時23,300 又是 剛才我所說的日線圖 又是23,000多 很大阻力 周線圖又是23,000多 那你現在 市都是22,000 那你上面是有1000點左右 就有很大阻力 就算升1000點 左右就有阻力 那下面當然 當然 22,500 如果上不到 要去下面 那去回 大概2萬 我希望是這樣 那就最好了 那就變成大家有機會買便宜了 所以究竟市是 跌2000 還是升1000 如果看回這些因素 其實真的 比較難 比較難看 在這些位 可能都 如果做炒期 炒期止炒期權 就比較難決定 但是買貨就可能就未必 就是買一些優質股 逢低級納 反而就沒有那麼傷腦筋 譬如是給阿迪 阿里巴巴那些 那樣 那就 看看你的 持貨的成分多少 如果你持貨的 如果你是持有三成的貨 那麼 那你就等機會 低一點買 但是如果你已經持有五六成的貨 那麼可能都要 甚至乎要減少少磅 減少一些磅 留一些現金 比較難是做決定 暫時現在都是要官網 大家好 想和大家介紹巴士的布推出的一個新服務 石樓台 石樓台會提供獨家內容給我們的忠實 觀眾和支持者 訂閱石樓台 每日不用港幣兩元 就可以看到我李童 盧永雄 巴士的布團隊 和其他名家提供的獨家內容 我會在那裡和大家分享 採訪國家領導人出訪七十多個國家的點滴 以及外交新聞 背後鮮為人知的故事 不過我們在YouTube頻道這邊的節目也不會減少 我們巴士的布投入很多資源 盡力為大家製作多些好節目 我們很需要你的支持 希望你能夠支持巴士的布 訂閱石樓台 在畫面下面的資訊欄 點擊石樓台連結 就可以瀏覽石樓台的內容介紹 以及免費試看一些精選內容 另外也可以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網站 也可以找到石樓台 請大家去石樓台那裡看看 多謝大家的支持